請各位等一下改一下,把這些都delete掉 就是第四個W4把它delete掉,平均也把它delete掉 請各位加幾個東西,第一個 這個成績部分 如果說我今天就像剛剛他那個 我希望亂數產生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那個成績的話,我希望,因為我要做一個模擬嘛,對不對 那你總不可能自己在那邊慢慢key,這邊這麼多的成績怎麼慢慢key呢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快速產生 那這個成績的話,假設我今天需要是30分到100分這個range 好不好 不要太低,30分到100分的這個range的成績 那我可以怎麼做,可以快速產生 其實各位可以 在那個超乍數裡面有一個乱數產生的函數 不曉得你們用過 就是在那個R開頭的 其實我覺得你們有空的話可以這樣子 沒事的話就這樣,一直往下看 反正你不知道沒有關係,你就大概記一下說 他 這個每一個函數 到底他是做什麼用途的 或者是說你也不知道也沒有關係 你用搜尋的可不可以 比如說亂數 這個keyword 應該也可以找到 比如說你這個地方 我實在不知道 到底 哪一個函數 函數可以做亂數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上面打一個keyword 就是亂數 他會不會幫我搜尋出來 我們來試試看 亂數 OK 其實用那個搜尋 有的時候也會 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那各位可以發現 亂數 這個keyword 就可以找到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到底有什麼差別 是不是兩個都可以做得出來 其實不妨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其實我一直強調 你們要把函數學好 不是要背函數 是要知道他的邏輯 並且知道他的使用方法 那你以後全部都會用 無論像這兩個你也沒用過 那沒有用過也沒有關係 你的目的是要亂數 可是這個亂數他 底下會有個說明 他會產生什麼 大於等於零 大於 等於 就是 零 而且 小於一 所以他會產生多少 零 到 一嗎 沒有 就是零點九九九九九九 就是 最大不會 超過一 所以呢 我們要幫他亂數產生的話 比如我用這個 RAN的函數好了 那假如說我今天按確定 他會產生這個數字 但是我今天 不要這個數字 我要產生的是 多少 30到100 那所以你要怎樣 這個地方你可以這樣 乘上多少 乘上 乘上70 乘上70 乘上70的話好了 他最小應該多少 還是零嗎 因為最小是等於零對不對 零乘上70還是零嗎 最大多少 零點九九九九 所以可不可能